1945年重庆谈判开始之前 伟人识破蒋介石和阎西山的阴谋阳谋 决定派刘伯成邓公率领的禁忌鲁豫野战军 狠狠教训一下蠢蠢欲动的阎西山 为重庆谈判争取主动权 让人疑惑的是指挥权在流动手里 陈庚为何要违抗他们的作战部署 身为指挥者邓公不仅没生气还连连称赞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点个关注 九叔这就为你细细道来 1945年8月16日 日军刚刚宣布投降没多久 禁随十九军 以及一些收编的伪军保安团等1.6万人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 史则波的带领下 从临焚出发 向禁忌鲁豫的根据地上党地区挺进 前西山部进攻近东南解放区上党地区 占领了以长治为中心的6座县城 直至8月25日 已经占领了上党地区的 屯流 长治 湖关 路程等6个县城 让人意外的是 后续部队也源源不断地向上党开进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 共产党就在敌后建立了抗制根据地 所以日本投降后 蒋介石趁机提出了 抢占华北 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 意图用战争来赢得谈判的筹码 命令山西的胡宗南 近西南的延西山 河南的孙廉仲 安徽的李品仙 纷纷向我军根据地进犯 企图确战揪朝抢地盘 中央军委为了保卫这块根据地 给禁忌鲁豫军区下令 歼灭盘踞在上党地区的敌军 收复根据地 伟人奔赴重庆谈判之前 还特意嘱咐了刘伯成邓小平 你们在上党打得越漂亮 我在重庆就谈得越好 短短两句话 却萦绕在两人心头久久不散 刘邓深知这次战役的责任重大 所以在作战部署上很是谨慎 为了确保战役的获胜率 刘伯成集中了禁忌鲁豫军区主力 太行纵队 以及陈庚率领的太岳总队 共计3.1万人 向延西山攻占的香园县城发起反攻 1945年9月10日 成功拿下了这座县城 之后一路高歌猛进 解放长治外围囤留湖关陆城 长子四座县城 陈庚的太岳纵队 陈熙连的太行纵队 陈在道的济南纵队 秦金委的太行军区 王新廷的太岳军区 全部按照原计划到达指定位置 彻底把史泽波所在的长治城包围了 9月24日 延西山派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率领2万多人 南下援助长治 得到消息的刘邓两位首长 迅速改变了工程计划 变为围城党员 济南纵队等人依然假装攻打长治 诱导第七集团军的助翼 进入老爷岭 磨盘脑等地区 迅速以太行纵队为右翼 太岳纵队为左翼 把他们团团围住 就这样 第七集团军仍然没有投降 反而借助山地的有力地形和火力 顽强抵抗 刘邓首长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斗 直接把济南纵队的主力军也调了过来 只留下一小部分人马攻击长治 这样敌军的东西南三个方位 都是我军阵地 就算是长了翅膀也在接南逃 10月5日 我军发动总攻 无心恋战的第七集团军 决定向北方缺口撤队 但是为了迷惑敌军 便仿效我军的声东击西 让少数部队故意假装向南方突围 大部队趁着战场上硝烟弥漫之时 向北逃跑 他们本以为是万全之策 却被设在磨盘脑西面的 太岳纵队指挥部发现 陈庚通过望远镜 发现了敌军想要逃跑的迹象 本想联络刘邓刘伟首长 汇报此事 却发现他们的联络被中断了 再三思量过战场的发展趋势后 陈庚决定先斩后奏 改变了原本的进攻任务 派遣太岳纵队的主力部队 向北方追击 同时让楚大明率领20团 在公路左侧 以最快的速度赶超到 敌军前方阻击敌人 直到10月6日傍晚 太行太岳济南各路主力军 追了上来 把敌人团团围住 这才派人八百里加急 前往刘邓指挥部 报告了如今敌情 以及追击敌人的临时决定 听完陈庚的报告之后 邓公不由得苦战 这才是真正的将才啊 刘邓大军考虑到 楚大明20团的兵力不够 又派遣一支队伍 和他们一起阻击敌军逃跑 长达十多公里的路程 一路急行军 紧急跟随楚大明的20兵团 到达张河西岸的土洛村地区 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 使得我军大部队 能在短短六天的时间内 全监制援军 第七集团军的领导者 彭玉斌也在乱军中战死 彭玉斌的部队被歼灭之后 长治的史泽波感觉不妙 直接契程向西南方向突围 最后也被我军歼灭了 共产党的军队 优待俘虏 愿意回家的 我们给发路费 不愿意回家的 可以参加解放军 史泽波成那场战争中 第一个被我军俘虏的军长 彭玉斌成国民党军内战中 第一个阵亡的兵团司令 三十多天的激战 最终以歼灭敌军十三个师 三点五万人 为上党战役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同时 这也是我军取得的一次 关键性胜利 原本企图在战场上 打出优势 以此作为重庆谈判的筹码 没想到却被陈庚 刘伯承 邓小平三人截胡了 没有底牌的老奖 只能在双十协定上签字了 也难怪邓小平 会夸赞陈庚 真正的将才